在1924年 那一個不自由的年代 賈衛水先生在大道成大聲地喊出 東巴的團結 團結情有力 一刻就是三米粉 靠的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勇敢和志氣 在那麼艱困的年代 台灣的這一些畫家 藝術工作者 在那個年代 如何面對很多的困難 然後參與了藝術工作 將台灣的藝術工作一直演變到台灣來 到這個年代來 他們靠的是什麼 靠的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勇敢 跟我們的志氣 在那麼艱困的年代 台灣人在強調我們當部隊的年代 在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如何用自己的勇敢跟青春 去追究自己的戀愛夢 透過這部戲 我想可以讓台灣的所有人能夠進一步的了解 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我們藝術 台灣的戲劇 台灣的東種的文化 如何從1924年經過了將近100年的時間走到台灣2016的這個 現在我們可以用自己的選票選出我們自己的總統 可以用自己的選票選出我們自己喜歡的每一位 我代表我們的民意代表 這是一部我個人覺得非常有意義的戲 明天晚上10點他就要在三立台灣台播出 10點半就要在三立台灣台播出 我想 不管是年輕人或是長輩 大家可以一起來看這一部戲 讓我們從1924年了解 台灣總過了這100年到底是整部會事 現在現場有些人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做心情來分享 那我們就來請一位 將來勢力混在歷史流氓的人來談一談 然後重新看一段歷史 然後這個人以後的歷史流氓 今天他的心情到底怎麼樣 我剛才一進來的時候 外面就看到郭雪茹的那個南街陰鎮那一幅畫 我想應該不是政績才對 因為那個是市立美術館的一個政管的包 1920年代是台灣在思想上一個很國躍的時代 因為那個是在那個年代 差不多我們都有說剛剛落成 那宜蘭鐵路才開通 然後台北大條現在快要完工 當然最重要的是1921年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所以裡面有一個人物 一直是 在我心目中我常在想說 因為我是繼承他的這個遺志 在往前走 就是講會水 因為是我們台大醫學院的前輩 這個同胞區團結 他也真的有力 不過 所以 所以 因為我因為講會水的關係 我也讀過那個傳記 所以對於那一段的歷史 我個人是蠻熟的 所以在看是很有感觸 不過回到一個現實面 昨天下午我們在台北市政府在開那個 如果促進台北市觀光產業的會議 官團局局長還特別跟我說 他要八百萬要去拍那個影片 要到那個東協斯國跟穆斯林的國家去推廣 我剛才看完以後我想說不用 用這部電影去推廣給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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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剛才有一個檢告是 新... 新春光茶行 新花春茶行 給那個... 所以想說如果我們臺灣的像要感謝說三立 如果能夠把我們臺北這些美麗的景點 拍產這種一系列的電影 能夠到世界上各國去播放的話 我想那個造成的效果會這樣含騙那個動機連隔 因為動機連隔的話就讓那個地方變成一個慌慌景點 所以我們昨天還在研究說如何這樣促進臺北的觀光產業 要花錢去拍影片 那以往我們要拜託這個三立 把我們這個臺北市的重要景點都拍成電影 讓到世界上大賣的話 我們臺北市的觀光產業就拜託你了 所以在這一個秘書這部電影拍攝成功 那在全世界大賣 那我們這個臺北市的觀光產業就跟在你們後面 順便撈一些好心的動機